事情我想大家 该做而没去做 柯文哲软 软在哪里 他觉得 他已经在那个氛围里面 我答应人家 我们要有这个氛围 为了台湾好 不要撕破脸 不要再像以前蓝绿恶斗 那种样子 柯文哲是不是都这样跟你们讲 理性 所以嘛 但理性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啊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当然都是同胞 全国都是同胞 我们不应该被那种仇恨动人 去撕裂跟对立 可是今天你要有话语权 跟你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这件事情 以台湾为民 以民众为本的这个事情你要把它落实 你必须先有执政权 而在这之前 你走到那个位置之前 拿到这个宣誓就职 的那个资格之前 你要知道耶 这条路上每个人 都埋伏在柱子后面的刀扶手 是出来要干掉你的耶 真的 不管绿的蓝的都一样耶 因为他们就是搞这一套的 没人要跟他聚集 聚集 聚集 刮门贴 煮食 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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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柯文哲始终没有搞懂 他觉得他要跟人家仁义理智性 他在这方面来讲 他就觉得说 他想要树立一个新的model 对 而这个model呢 能够以台湾为民 以民众为本 很好 可是 你的对手 会抓住你的弱点 掐死